这个世界上有人类未知的不明生物吗 来看看有网友在脸书上贴出这么一段影片 仔细看这里头有一个神似蜘蛛的不明物体 突然站起来好像在逃跑 犹如是电影当中的异形 而这段影片po上网之后也掀起热议 影片中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有请专家解惑来看我们的报道 地面上一个褐色不明物体 就像张开触角突然快速移动 还钻进两台车的缝隙中 有民众在路边拍到这个物体直呼 被人类发现了快躲起来 还有人说像电影里的异形或是八角怪 类似像大蜘蛛那种 对会吓到 感觉很可怕 像大蜘蛛可是感觉好像是无人机 影片贴出一天吸引超过2.6万人按赞 有人看很多遍说他确实是站起来快速跑走的 真的相信外星人被拍到了 还说要把影片寄到NASA鉴定看看 但有网友指出 它是枫林木的果夹 我看起来也觉得是蛮像是枫林木的果实 那等它果实成熟之后 会裂开成两半的 所有的长条的果实长在一起 就变成刚刚大家影片看到的那个样子 专家进一步解释 枫林木是紫薇科路叶小桥木 特征是长状副叶对生 花冠呈现枫林状 大型淡粉色黄色 具有观赏价值 每到春天 长成为网美拍照打卡点 而枫林木开花后 通常马上结果 成熟干燥后开裂的果夹 在地上被风吹着跑 就成为影片中的奇特景象 影片上面有地板上有很多 像白色的那种 连续状的东西 因为它的本身 枫林木的果实就是 带有毛的种子 它其实是外来种 台湾现在引进 蛮多是种在当作行道树 在台湾就有三种枫林木 各地可见 但一般人只注意到花开 很少人观察到果夹 这回也揭开网友口中 这个八角怪的真相 接下来台湾陈建国台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